用于血癌及大B细胞领巴癌治疗的Carty细胞免疫治疗法 一号起纳入健保给付 健保署长石崇良预估每年将有100名患者受惠 健保将采为期两年的暂时性支付 每位病患的药价高达819万元 预估健保每年需一注约8亿元 过去三年每年在肃清零主持的癌症论坛高峰会 我都煮起咖啡 但是那时候我都跟黄主持人相望叹气 就是说这么昂贵的我的细胞药物 健保真的肯给付吗 但是我也来自慈悸 就是我们真人向人一直勉励的 有变就有利 愿望有多大 力量就有多大 那这期间我们两个学会 以及癌症希望基金会 也不停在署长耳朵旁边敲鞭骨 那终于昨天10月1号 就是健保 10月1号 就已经健保几副卡提了 就是PIMARA这个产品 这个高科技的一个细胞产品 那真的是令人感恩 令人赞叹 我昨天晚上去 看了一场电影 是魏德胜导演拍了一部 这个类似像基督片的电影 叫做BIG 那这部电影是在描述六个 迷癌的小朋友 那么同住在癌症的病房里面 那么六个感动的故事 那这里面呢 当然我昨天手帕都湿了 真的是很感动 但是呢 中间有一位小女孩 她是主角之一 她很勇敢 她就是白血病的患者 她经过了化学治疗 几次的化学治疗 没有效果 也历经了骨髓移植 好不容易得到的骨髓移植 也经历了这些骨髓移植之后 的这些反应 但是最后骨髓移植失败了 所以她最后留下了遗憾 留下了给家里跟父母的遗憾 离开了 但是我就在想 如果这个故事发生在今天 那她还有一个选择 就是卡提 这个卡提可以为这个故事 创造西德篇章 所以我昨天就跟卫导讲 说如果你这个片子 下次再拍的时候我们有卡提 可能结果是不一样的 这个小女孩可以打败 这个白血病的恶魔 那所以我要借这个记者会 第一个要先谢谢的是 我们在座的所有各位 以及所有我们全国的同胞 因为大家出的健保费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去帮助更多需要的人 真的是要谢谢大家 所以第一个要感谢的是 我们所有缴了健保费的 所有的台湾的民众 但是呢 这个给付呢 我想第二个 我要说的是 这个给付不是 简单的像一个药物这样 因为这个卡提的治疗 它当然是带来了我刚刚提到的 有一些男制型的或毒水移植失败的 这些白血病或者是弥漫性大细胞 黎巴癌的这个病人 新的希望跟新的治疗 不错的一个结果 不过呢 它不是单纯像我们平常打抗生素啊 或者是打疫苗这么简单 那么它需要的是从 采细胞的过程的这整个环境跟流程 需要确保它的品质跟安全 同时它还要经过运输 以目前来讲 它还需要送到国外去做细胞的培养 然后呢 它还要再送回到台湾 当然它要送回台湾 只要确认这个细胞素是足够的活性 然后打到这个病人身体里面 大家不要忘记这个 已经不是它原本自己的T细胞了 它是已经经过了编辑修饰过的T细胞 它当然具有杀癌的效果 但是它也会引起其他生理的反应 比如说像免疫风暴 所以它需要的是一个团队的照顾 它需要的是整个医疗的水准跟品质的提升 所以今天这个药物的给付 那么带来的是 我们台湾的医疗水准 再往上提升的一层 全胎现有7家医院提供疗程 包含台大医院 台大医院癌医中心分院 林口长庚医院 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 台中荣仲高雄医学大学附设 中和纪念医院 花莲慈吉医院 其实细胞治疗对于医疗团队来讲 也是一个challenge 那老实在讲并不是教育系练 并不是今天才开始做 其实远远在大概一年多之前 它一直包含在医院端 你必须有相当多医院行政的配合 然后还有包含人员的教育系练 其实我们就已经展开了 那为了这个卡地的治疗 其实大家知道卡地治疗 其实基本上必须把细胞从病人身上取出 那这个过程其实有点点像原料药的提造 那大家可以想象 原料药假如它的规格是不行的话 你做出来的东西当然就不行 所以并不仅仅是training 而且医院需要经过相当严格的品质认证 那这件事情其实厂商也必须要来做认证 还有认证你做出来这个东西 其实符合他们的规格 它拿回去制造才有意义 不然大家可以想见这么一个昂贵的药物 包括从原料开始就是一个不合格的 其实你花了那么多的钱 对健保对病人对医院来讲都是一个浪费 所以早在一年多之前 其实各医院就开始陆陆续续 其实两个学会我们就开始 不管是个别或者是合办 已经有一系列的教育训练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要更强调的是 并不是医师自己一个人而已 还包含医师药师 因为这个算是用药物来规范的 那另外一个 它必须包含了细胞收集人员 护理师都要一起合作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要强调的是 这是一个多专科团队的合作 那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的医疗 讲产业好像有点迷 但是的确对医院的系统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是一个challenge 那也像刚才书长跟大家报告 他其实就是一个练兵 因为他是在细胞治疗 你知道说其实书长从医师师开始 就一直相当注意细胞治疗在整个医疗产业的发展 那challenge是一个最严谨的一个模式 如果这个严谨的模式 可以在我们的整个系统里面 运作成功的话 其实也代表其他的细胞治疗 也可以循着类似或者是说有些修正的模式 能够让他在我们的医疗带给病人更多的一个好处 我想说这样子以来据统计了 每一年会有将近100位的患者能够受贿 不过你我都知道 这绝对不只是100个患者的受贿 而是100个家庭 那这也是癌症希望基金会在过去21年来 我们长期的陪伴了众多的癌友家庭 我们真的是很高兴可以不必再看到他们因病而穷的悲剧 同时也不会再看到他们因为昂贵的这个治疗费用 只能够看着自己看着家人生命被癌细胞慢慢的吞噬 而且呢我特别特别要感恩的是 我们在医疗前线的医护人员们 带给我们这么可敬性的一种尖端的医疗 而且我听说刚刚报告的 有北中南东全省四个区域的医疗院所 都可以提供给我们的患者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患者呢 从此就可以不必在东跟西跑 拖着一个很疲惫的病体呢去求医了 不过健保给付CART-T细胞免疫治疗 列为两年暂时性支付 期间会评估再决定是否诊时支付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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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的